大家早安 全都現場 我們帶你來持續關注到的就是 昨天在520總統賴清德宣誓就職之後 但是呢 他當中提到的兩岸論述 援引中華民國的憲法 強調兩岸是互不隸屬 但是對於這樣的定調跟一個最新表態 包括大陸還有台灣的學者 其實都有分析 這就是把兩國論赤裸裸的檯面化 當然也讓中國大陸官方可以說是非常的不滿 所以昨天除了國台辦的發言人陳彬華 就先批評 批評賴清德是以外謀讀 以5謀讀之外 還是釋放了謀讀挑釁 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危險訊號 充分曝露台獨工作者的本性之外呢 好 可以看到大陸方面是拉高層級來回應 因為這個是身兼中共中央對台工作 領導小組秘書長的這個 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其實他人昨天是有公差的 他是到哈薩克這邊來出席 上和組織會議的外長會議 但是呢 對於這件事情 他也有所回應了 他特別就賴清德的就職演說做出回應 王毅他是強調一中原則是維護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針 台圖的分裂行徑就是現在對於台海最危險的改變 也是對於台海和平最重大的破壞 那另外來看的是大陸的官媒在昨天其實一連串 下午發布了多篇的文章都是在批評賴清德的就職演說當中透露出的台獨訊息 包括的是環球時報是以社論的標題批評寫下了好這個是賴清德的危險遊戲 是以台海和平作為堵住台獨的野心 另外也說到台獨是絕入賴清德的挑釁 對抗是註定失敗的 而新華社的標題則是寫下 玩火者必自焚來批評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那另外要來看到的是在美國跟英國的媒體又是怎麼樣的分析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以及他上任之後會面臨到的哪一些事情呢 好來看到這是英國的媒體BBC就分析說賴清德之後挑戰會更大是沒有蜜月期的 美聯社則是分析說這樣子的困境其實是來自於台灣的政治陷入了一個僵局 民進黨失去國會的多數席次 也讓賴清德很難推動他的政策 包括的是重要的國防預算 紐約時報則是分析賴清德將會面臨到幾個很艱難的抉擇 包括的其實現在整個全球的局勢動盪不安有兩大戰士還在持續開打 國際之間戰亂不斷 那美國其實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也有一些些的調整 那如果年底川普重回白宮的話 可能國安優先的這個部分會出現了一些分歧的討論 那台灣內部也是對於如何維持和對岸的脆弱和平其實有一些意見動盪 所以呢 這個紐時的分析認為賴清德在外或內都是會有一些困難的 賴清德在昨天宣誓就職 而日本的跨黨派國會聯盟日華議員肯談會是有31名的議員出席 管理規模可以說是史上最大但是引發大陸的不滿 這是大陸的駐日使館對此發表聲明批評日本的政府還有部分的政客是不顧中方強烈反對 直接向台灣發出嚴重的錯誤訊號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已經違反了一中原則 中國大陸方面已經向日本方面來提出嚴正交涉並且要敦促日方立刻停止在台灣問題上越線挑釁 政治操弄停止為台獨撐腰打氣 避免對台海和平的穩定還有中日之間的關係造成進一步的損害 好這個賴清德在昨天的就職演說當中他是重申蔡政府的四個堅持也援引了中華民國的憲法 強調兩岸之間是互不隸屬他也呼籲大陸方面要停止對台灣文攻武嚇 好來看到這是大陸方面的回應強調台獨是死路一條 今天台灣地區領導人的講話頑固堅持台獨立場大肆宣揚分裂謬論 煽動兩岸對立對抗妄圖以外謀獨以武謀獨 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衰退 要交流不要分離要合作不要對抗是島內的主流民意 台灣地區領導人罔顧民意逆流而動 釋放了謀獨挑釁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危險信號 賴清德的就職演說可以看到是引發中國大陸官方的強力譴責 環球時報更是指出種種台獨分裂的謬論對於大陸的敵意挑釁 再次暴露了他是台獨工作者台獨金孫的頑固本性 更是批評這份就職演說就是赤裸裸的台獨自白書 也是一份駭台宣言並且說這份就職演說是極其危險的 那大陸的民眾又如何看待賴清德的就職以及他的就職演說透露出來的訊息呢 好這是外媒通訊社路透社就對於這個賴清德的演說接訪了大陸北京民眾的一些看法 其實這些民眾他們也提到了很希望的是兩岸是以和平的方式來互相溝通 甚至說如果要統一的話也是以和平的方式統一 對於彼此的經濟衝擊才會降到最下 反正是在我印象裡台灣一直是中國的反正早晚都會回來的 就他再怎麼作樣我都覺得無所謂 我覺得這個因為會跟家人一起聊天的時候會討論到這個 然後會覺得現在的局勢會相對來說比較緊張 家人的看法以及我個人的呢就會覺得會有比較複雜 會有一些憤怒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我們正常的民眾我們正在正確的位置 去推薦一下什麼國家應該做的 從我們的觀看來是我們比較愛中國的環境 所以我們希望這是可以解決的一個平衡的方式 而不是一個關係 會影響了很多人在各地的地方 我認為這是一個平衡的解決的方式 應該是為所有人的解決的方式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劇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哦 轉身的話 按摩下單 正確 就是 點天 額外